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国际旅展 这个国际旅展它的规模已经在亚洲里面已经是排名在前面一二名的 另外一个跟它一样非常盛大重要的是台湾美食展 那过去两年因为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再加上这个防疫的防疫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所以呢这个展览在过去两年停办 但是今年终于睽違两年终于回到回到现场 将会在8月5号到8月8号在台北世贸医馆的展区 A区跟D区两个展区展览 所以这个规模其实跟疫情前差不多 不会差太多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业者因为观光产业是海啸第一排 面临这个疫情的冲击 大家都非常辛苦 其他台湾的制造业都都还是很好 在防疫期间都还是很好 甚至持续的创造这个经济的奇迹 为台湾的这个这个外汇 做出重大的收入收入贡献 只有观光产业 包括旅行社航空公司旅馆饭店餐饮业者 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半 终于今年要回来了 主办单位今年将为我们上什么样的菜 题目叫什么 里面有什么好吃好看好玩好买的 我们今天特别跟主办单位 台湾观光协会的秘书长 副秘书长 钟毅宁 钟副秘书长 还有台湾观光协会的组长 丁宇纯 丁组长 丁组长 来聊台湾美食展 两位好 嗨 大家好 画面里面 左边的是副秘书长 钟毅宁 右边的是 嗨 我叫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 来跟我们讲一下 过去两年没有办 很辛苦哦 嗯 对啊 大家很辛苦 对啊 因为台湾美食展就是一个 可以让大家在现场快乐吃东西啊 或者是说买 买美食的地方 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 嗯 就之前可能吃东西比较不方便嘛 那也也还需要也还不能开放这样子 所以就就只好忍痛 每一年的台湾美食展都落落点落在什么时间 几月啊 差不多都是八月份这个时候 通常我们是定在八月的第一周 哦 八月 那去年当然辛苦 因为去年五月开始实施这个三级警戒 对啊 然后一直到七月后面才解禁 对不对 是八月解禁 所以就没有办法 大概是七月底左右 哦 那所以就没有办法了嘛 对 可是 去年是2021 前年2020也没办 对不对 是 这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不是只有消费者 感到这个可惜了 我觉得 可能所有的这个产业线上的这些业者也感到 因为你毕竟你们帮他们搭建了一个平台 可以让他们露脸 让能见度提高 让消费者更容易接触到他们的品牌 或是他们的商品 所以等了两年 一定大家都很辛苦 对不对 嗯 对啊 真的 因为尤其是饮食或是餐饮 还有饭店 有餐饮这些 那因为像每年美食展 大家最care的 当然就是一些像是自助餐啊 嗯 票券 对 那呃 在这样子的吃饭的环境底下 可能因为是一个比较open的这个 呃 去用嘛 哦 对 所以前两年当然姚大哥也非常清楚 嗯 就是这些餐厅业者 或者是 尤其是五星饭店的这个 呃 餐厅们都是非常的辛苦的 嗯 那今年 其实其实 每一年的招商你们都要去招商 那 今年其实在在更早之前 在你们招商的时候 也也不知道 也不确定 也不确定 会不会疫情会趋缓 会不会这个 因为过完农历年以后拉起来嘛 对不对 对啊 那个 你也没办法确定 所以你们主办单位在招商的时候 一定也很辛苦 嗯 但是还好就顺利了啊 现在顺利 没错 但是就是大家在就是决定要不要参展这件事情的期程 就会拉的比较长 以往可能比如说八月份的展览呃 预计规划可能是在四五月份就会决定就 满了 对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因为卡到疫情的关系 那本土疫情又比较严重 所以大家在呃这个部分就会观望的时间比较久 可能到六月份七月份才开始呃就是我们 招商的精度才会比较有感上就是现在的状况 哦所以在后面加速冲刺才是慢慢补进来 因为我上个礼拜有跟副秘书长易宁聊 他有告诉我说一直到了一直到了这个前两个礼拜都还有人要要来报名参展 对没错啊 真的真的啊 嗯 所以表示大家的信心也恢复了 对不对 是的 然后这个哎 今年的题目叫什么 今年的主题 我们今年其实一样我们都是叫做台湾美食战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主要是规划在节庆 节庆美食这件事情上面 那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呃台湾的过去或者是现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非常多不同的节庆 嗯 那在这些不同的节庆呢时候呢 其实都会有搭配这些节庆的一些特殊的饮食 嗯 那我们其实觉得呃文化跟一些饮食的记忆啊 是台湾美食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嗯 所以我们把今年的主题定掉在节庆这件事情 哦 就开心一点了 对对对对 所以到现场就可以看到跟节庆有关的美食 除了看 除了了解背后的历史意义怎么来的 最重要的是还有名厨名店在现场这个示范 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OK 然后我们其实这一次就是因为像刚刚姚大哥提到的 就是因为这两年美食展因为停办了嘛 嗯 那我们希望透过节庆这样的一个议题 也代表就是一个团聚的概念 嗯 让台湾美食展重新回归 强势回归 嗯 那希望在美食展这样的一个场域呢 我们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 这个大家不只是我们的现场的餐展单位的厨师 嗯 也是我们现场常常参与我们美食展的民众 然后可以一起来欢聚 那当然就是刚好我们的美食展刚姚大哥有提到是8月5号到8号嘛 所以8月8号呢也是台湾的父亲节 对 那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就是大家可以到美食展 然后一起享受这样的一个欢聚的时刻 还有8月4号是七夕情人节 对耶 对啊 所以就刚好 情人节刚好玩 嗯 对啊 就大家一定要对情人跟家人跟父亲或母亲或是 可是可是这这这两个节都没有放假 你怎么办 油方月报号 对礼拜五 对啊 对 情人节为什么要不放假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啊 六号七号可以来啊 好好希望顺利 但是你们毕竟还是处于防疫的时间 你们你们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让消费者这个比较放心的规划 嗯 有 其实就对 因为现在是开放定点试吃嘛 对定点 对所以说像之前大家在美食展的时候 可能都会非常期待有一些五星饭店会带来像那种 就是那种炉烤牛排那种 对所以就是这些试吃当然也还是会有的 可是他们就会用比较小份的妆 然后大家只能在定点就是吃 那吃完之后 不要边走边吃 嗯 对 还是要戴口罩 就不能边走边吃 可是可以吃 对就是口罩就马上带回去 嗯 那除了这个各馆的一些就是定点试吃之外 嗯 我们也有规划了两个比较大型的餐饮区 哦 那在餐饮区里面就是会有像座位 就是桌椅啊 然后可以坐下来 可以坐下来 是可以 就是不管是就历时的 就是有站的 那也有坐的 就是大家可以在那边就是在餐饮区里面的话 嗯 就也是可以直接在那边吃 OK 那还是还是要保持一点安全距离 哦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隔板啊 安全距离那些都是会拉开的 都有弄 都有弄都在现场 那除了吃东西的时候 当然还是全程佩戴口罩 嗯 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也就是希望大家 就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可以轻轻松松的来享受美食站的内容 2019年你们统计数字是多少的人去参观 嗯 2019 2019大概是13万多 13万多 那今年今年停了两年 今年设定的目标 希望做到多少 今年我们是想说 还是要朝这个13万的目标 努力的迈进 我觉得有机会了 我觉得有 对啊 因为 嗯 你看这这几个礼拜进入到7月以后 哎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报道 礼拜礼拜五刊登的 就是全台湾除了台北市以外 全台湾的休闲度假饭店 或是城市观光饭店 他们的住房率都快九成 对啊 大家现在是很努力在玩乐 努力努力玩乐 就是不是啊 就是因为好像想要 想要把之前都不可以放松的那种 感觉 对对 爆发出来 就有一点那种那种暴 暴富性 我不喜欢用这个字了 但是确实是了 就是暴富性的消费 对不对 然后所以希望大家啊 也拨一点点时间呢 来看这个台湾美食展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餐展的业者 也是闷了两年 所以他们会精锐进出的 设计各种不同的票券 给大家享受优惠 因为他们也要赶进度啊 要赶快回来 希望消费者赶快回来 所以大家最喜欢的自住餐券啊 住宿券啊 各种各样的票券啊 因为我自己有做题目 我自己做了调查 都都都很努力 然后呢 杀很大 对不对 杀价杀的很大 可以到现场来 可以到现场来买 购买 而且他们在现场 另外还会临场加码 对不对 办抽奖啊 干嘛 就没两小时搞 一定要来的 对 好 这个是 这个是讲到人数了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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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几个 几个大的主题馆 主题馆 今年的话 我们总共有规划了 四大主题区 好 那第一个是美食享味 那顾名思义呢 他就是会集结了 非常多我们的 不管是饭店餐厅啦 伴手礼啦 这些的业者 还要现场 那不管是 就是刚刚 大家说的餐卷 住宿卷 或者是说 现场买伴手礼 这些都会在这个 美食享味的区域 美食享味区 嗯 美食享味区 享味区 有什么大咖的 有什么大咖的这个单位 在这个区域里面 有像是圆山啊 天城啊 金华啊 福华啊 他这些都会有来到现场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 今年目前在实体展览 首次出现的大仓酒盒 还有海拔王 以前他不来啊 海拔王 海拔王以前很支持 海拔王以前很支持 支持观光协会的活动 海拔王这次有扩大产展 在疫情之前 他的格数跟现在是 今年是有比较扩大的 就是他 他租的摊位更多 更大 对 而且他们 像海拔王的话 今年就我们所知 他们没有规划参加其他的实体展 就只有在美食展现场会有参展 也没有适合的啊 对啊 对啊 那你们是 海拔王 因为海拔王 海拔王我是认识他们的 他们 他们很支持台湾观光协会 他们是台湾观光协会的这个老 老老会员了 对不对 没错 对啊 对啊 不管是什么打狗爸国物啦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德力庄的住宿啦 等等 对 他们他们的餐饮有几个品牌啊 第一海拔王做菜 第二假天下新台菜 第三打狗爸 第四 第四就是德力庄中间有一个中庭餐厅 他是卖排餐的 而且海拔王东西本来就已经很便宜 杀气腾腾 然后为了餐展 扩大餐展 他们又在又在下折扣 对不对 对啊 像海拔王的这次的餐 就是他们有卖一些 刚刚说到那个海拔王桌餐的部分 食人的那些都是很不错的折扣 像四六折啊 五折这一种 然后像刚刚那个前镇水产 前镇水产 对对对 我忘了讲 他就是海鲜火锅的部分 也是那个吃到饱的卷那些都有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 杨大哥说到的那个中庭的那个餐厅 魅力 我记不住 我记不住他 叫魅力海 OK 那吃排餐的 嗯 魅力海也有卖就是鸡排的双人餐卷 OK 好 其实他那个餐厅 蛮舒服 因为海拔王啊 他有一个有一个文化 他就是就是大戏了 就是很敢杀很敢给 对不对 所以他本来就已经很便宜了 那现在再来参展 而且又扩大 那一定就是一定一定就是杀很大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继续聊 刚刚我们聊的是这个第一个区后面还有三个区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政府的单位啊他为了要协助协助民间的业者政府单位筹主的这个主题馆啊里面也有非常多好玩好吃好看比如说客委会啊圆明会啊等等我们待会回来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啊今天跟我们连选的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钟义宁还有台湾观光协会的组长丁玉纯呢我们聊的话题是2020的台湾美食展 从8月5号到8月8号 在台北世贸展览馆的一馆 AD两个区域 这个展出 过去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展为了保护大家 保护餐展单位 保护消费者 那就停了两年 那今年终于回来了 所以特地连线 来请台湾观光协会的代表 来告诉我们 今年的展览有什么 可看可观可买可吃的地方 第一小时我们讲到了 它有一个美食的区域 另外还有三个区域 我们继续聊下去 第二个区域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刚刚姚大哥 有稍微帮我们提示一下 就刚刚那边 其实在美食展里面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域 是政府展馆的区域 那原因是因为 很多像很多部会 他们都 比如说像客委会 文化部 或者是圆明会 这些 他们都有一些 就是光局 都有一些 光局最大 旗下的一些业者们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美食 所以 刚刚所说到这些部会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财政部国库署 关他什么事 对 是不是 大家每次都会想说 为什么会有财政部 对 而且想到国库署 我就想到是钱 就他帮我们管国家的钱 结果不是 对 他是要把我们那个 是要收我们的钱 是因为国库署 他们有推一个非常重要的 优良酒类认证标章 这什么意思 台湾的酒 对 台湾的酒 然后这样子认真 他们也有 就是鼓励这些酒类认证 获得优良标章的酒类出口比赛 台湾这几年在国际的酒的比赛 酒展比赛 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陆陆续续的得奖 对不对 对啊 那些得奖的酒 像比如说台湾烟酒的 那个欧马威士忌 然后像台中雾峰酒庄的 那个出雾的清酒 这些 台湾有出清酒 台湾可以自己做清酒 OK 有 对 有啊 那个在雾峰卖的 然后那也都是有得奖的酒 嗯 然后像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南投的那个 新一厂的梅子酒 哦 那个很有名 哦 对 那这些都会在财政部的现场 那因为 就是 呃 呃 是推酒的关系嘛 当然不只是让大家 唇饮啦 酒 以酒入菜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酒嘛 是在我们的体味 或者是增加风味 很重要的一个佐料 是 所以在现场财政部也会带来 呃 带很多师傅来现场 给他试用 哦 OK 或示范 对啊 示范 调酒 DIY啦 表演啊 或者是说呢 找师傅这个 教大家以酒入菜 怎么做 嗯 像是阿方老师啊 阿基斯啊 都会来到现场 哦 阿基斯要来哦 OK 对啊 嗯 对 好 嗯 所以 不过提醒大家这个喝酒啊 不要多 未成年不要喝酒 然后呢 喝酒就不要开车了 因为那个那个你等于是一个行动的行动的杀人工具 不好 不好 然后 酒不要酒驾 然后还有一个都喝了会对健康不好 所以这个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喝酒 没错 对对对 来你刚刚讲像客委会我觉得客委会很用力耶 哦 对不对 对啊 而且他已经支持支持你们多少届了支持台湾美食展 支持很多届了哦 对啊 客委会非常的那个支持 他们在现场也很大的一个规模带来非常多的业者来现场共襄盛举 嗯 那像客委会他们这次有四个主题 嗯 一个是油飘香 油飘香 饮干醇 行风土跟烟晒酱 这样子的一个四个主题 哦 就是说因为 对因为客家有很多这个饮食特色 比如说 呃 酱缸的文化啦 那就是跟烟跟晒有关系 那比如说像是这个苦茶油啦 苦茶油是客家的哦 OK 嗯 对那像筒干啦 呃 或者是说呃 这个集集酱啊 这些哦 客家集酱啊 对对对 那所以说在客委会他们就有带来就是这些特色的料理 那一样也有找到很多大厨或者是美食家等等来到现场教大家 然后他们每天的现场还会有推出限量的特色的便当 哦 餐盒 那个是要那个应该是要卖的 限量判售 对不对 那是是卖的嘛 不是我去排个队就可以领的嘛 对我这我这习惯啊 习惯去排队领便当啊 你知道吧 哈哈哈哈 因为我当然是要买啊 要买啊 我们要支持业者 对我觉得客委会很厉害 就是他他他把题目什么东西都规划好 他们自己做了研究 然后然后然后等于是在帮大家啦 对不对帮帮帮助所有的这个业者帮助帮助客家的客家庄的这些这些这些好朋友们让他们的饮食文化被世界看见对让更多人去了解他对不对 对对对像是譬如说 我师傅是很有名的这个法国菜 当然这一两年这一年啊 这一两年了从去年开始 整个整个高雄出现了非常多的顶级的Find Dining餐厅啦 对大家可以值得大家期待 这个是客委会 元明会呢 元明会啊 像元明会的话 他们就是因为原住民的有很多特色嘛 像是比如说 最容易吃的就是像阿拜 或者是吉拿富 就是用小米做的 很像粽子 然后用小米包在外面 然后那个小米的那个粽 像那种就是在现场一定会卖 每年就是之前每次美食展 阿拜在现场卖冷冻 都是卖到很快就卖完 卖冷冻耶 没有冷冻就没有办法立刻吃啊 要回家再复热啊 对不对 我一直说就是除了 就是现场吃的一定是更快卖完 然后就是它就是冷冻大家带回家 都是这个 这个就是明星商品之一 很成功 很好吃耶 我们都在现场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买阿拜来吃啊 真的啊 这么好有这么好吃哦 蛤?糯米? 因为它是用小米做的嘛 你就会觉得说那个 那个呃 虽然说它跟粽子很像 但因为粽子是糯米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对不对 哦这个那个重视 什么这个那个 想要想要假装那个 哦 检查一下 或者是有那个 哦就是就是 就觉得吃小米好像会比吃糯米粥耶 轻松一点 比较不容易胖啊 自我感觉良好 哦OK OK 然后就 然后所以我 上午就非常喜欢 啊那个原住民的阿拜 哦OK 你刚讲啊 前面有讲观光局是参展单 政府单位里面最 规模最大的 他们他们 他们搞了多大 搞了几个摊位啊 啊 他也是算 父母官嘛 嗯 对啊 光局总共有112个 摊位啊 摊位 因为他们这次有规划 四个不同的主题馆 在现场 然后所以 100多个 今年的 总共加起来的100多个 今年的全部 大概600个 对不对 全部大概就是 500个 520 520 那他就120 520 对不对 他就100多了 他112 哇 那他等于是 等于是20%啊 对不对 对啊 非常的 很大 嗯 然后 也内容也会非常精彩 因为 首先他们第一个的 那个主题馆叫做 塞台湾吃好味 哦 风景区 国家风景区美食主题 绕着绕着 绕着台湾吃美食了 嗯 对啊 因为光局总共有 狭下有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对 那就是在风管处的范围里面 都有非常多的美食 哦 所以在那个现场 对就会有 我提醒一下 听众朋友这个有意思哦 因为 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公园 风景管理处啊 他们他们的腹地范围很辽阔 他们做的调查啊 可能跟你平常对于那个在地认识的食物 可能会不一样 我觉得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去去这个观光局的馆去去看 因为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讲台南 哦 大家讲蛋仔面 哦 讲哪里就就有些代表性的 可是他的风景区管理处啊 因为他幅员辽阔 然后他们去做深入的调查 你在现场看到或吃到的跟你认识的可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让大家知道一下 嗯 对不对 嗯 13个耶 哇 嗯 都来了 都来了 哦 很棒 嗯 你自己在前期试吃或是你们比举办展前记者会的时候 你发现观光局还有什么好玩 我在13个风景区管理处啊 在前期我有发现一个很好笑 我觉得很有趣的商品 来什么 就是是那个台东的风玩处辖下 那应该它是一个绿岛产品叫做 它是绿岛的结合绿岛监鱼这样子的 海产 哦 叫做辣到尖叫 尖鱼的尖 哦 对一个 就是辣的辣椒酱啊 辣椒酱 但它是用尖鱼下去跟辣椒一起炒的 哦 然后那个酱的名字叫辣到尖叫 是不是 然后尖是尖鱼的尖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产品 那可能是是是用那种风干的尖鱼 然后去入菜 做出的辣椒酱 对不对 尖鱼有的在日本人就是做成柴鱼片的 嗯 嗯 对那个那个 那个才碰 你看的那么细哦 哦 OK 它跟一般辣椒酱味道差别在哪里 因为有那个尖鱼的香味 跟那个风味在里面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而且它在取名上 它有分两种辣度 哦 然后特别辣的那种啊 它就叫尖的很辣 哦 那不太辣的那种呢 叫什么意思 不太辣那种叫尖的一点辣 真的吗 真的啊 真的 我没有在开玩笑的 真的吗 哦 那个是我自己今年 锁定想要去买的东西 OK 好 因为我很喜欢吃辣 OK OK 要小心啦 太辣有时候伤胃啊 对不对 要小心 但是有的时候加一点啊 可以促进食欲啊 现在天气那么热 对对对 好 这个观光局的 观光局的展摊 有什么还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观光局 因为它太大很大了 对对对 像呢 刚刚讲到的是丰林区的馆 那还有另外一个馆叫做 良辰及时乐林养生馆 哦 观光局弄的啊 对 观光局弄的 哦 因为就是像是 呃 其实暑假当然除外 因为大家放假 但是在这个乐林族的 就是观光局有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说 其实乐林族在平日的出游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哦 因为退休了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这个族这个族群呢会是这个非常重要在国内观光 尤其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平日这个时间 他们是很重要的客源 嗯 很重要的这个族群 所以说在这个乐林养生馆里面他们就做了一些 呃怎么样吃才可以就是又兼顾 美味跟健康 然后又兼顾养生的这个规划 哦 这样是然后也找了中医师营养师 哦 还有厨师一起来规划一些菜单 让大家知道说 诶其实可以这样吃是会比较健康的 那比如说像是丝木鱼 呃丝木鱼西瓜棉汤啊 哦 ok 西瓜棉 对像阿里山爱玉DIY啦 然后普里角白笋红茶汤啊 就是说他会把一些这个特殊的食材 在各种在地的一些 呃景点的食材跟那个特产 我都忘记了 等一下回来我们进一段光 等一下回来啊 把这些图片 再介绍什么啊 也顺便讲一下 好 大家回来 好 来我们继续跟台湾光协会的副秘书长钟毅宁 还有这个组长丁宇纯聊8月5号开始到8月8号 在台北世贸衣馆展出的台湾美食展 那在世贸衣馆是AD两个区啊 这是台湾年度最重要的观光盛会 而且也可能是全台湾少数的正统的大规模的这个美食主题展览 那是一个最大的展销平台 除了展还有教育的功能 还有推广的功能 所以但但对消费者来讲 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就在这里可以以平常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很多的票券 适用期间一直到隔年都还可以实用 所以很重要 因为停了两年啊 所以特地请他们来现场讲 我们上一个阶段我不小心看到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科尔惠人那边推的 哦这是什么 那是今年法国面包大赛的团体赛 其中一个师傅李宗威 他做的桶干饼甜面包 哇哦 它是一个长得像风车形状的面包 这样子可以转 然后它的中间是客家的桶干饼 哦 你试试过了 你试试过了 还没 还没啊 哦好 还没 我很想吃它 他们在现场会买 好 这个这个很棒 我我临时差一下来问一下勾起大家的食欲 来这什么 这个是经济部商业室的林聪明的那个 哦 哦 那那是 2019年的时候也有参加在经济部商业室里面 那有什么用啊 一下子 一下就秒杀了 真的真的 那怎么办啊 你们没有没有教他说 哎不行啊 我们要平均每小时都要有几机锅 哦 要不然一下就卖光了 他这次贝的量一定有比之前还要多 再加上除了现场吃之外 因为现场还是需要烹煮需要时间 所以他还是会有在额外贩售冷冻的部分 如果真的现场买不到现吃的也是可以把冷冻的贝 平常就可以买了啊 就宅配了 那当然我要在现场 但是他们真的是数量有限 就希望大家早一点进来美食展 然后进来就是做购买 哦 还有这个你看最近最近碰到困难的 我们在现场也协助他们来 这个就是石斑 龙虎斑跟龙胆石斑 没错 嗯 对 说到这个就是因为农委会有来参展 嗯 那所以说在农委会在现场也会卖冷冻的石斑鱼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也有 呃 会集很多师傅来到现场做 像呃 石斑 石斑鱼的 石斑料理 像现在的这一道的话是那个台菜王子 红敬龙 哦 红敬龙 就是 嗯 他做的石斑鱼 新男主持 农来餐厅 农来餐厅 嗯 对对对 他做的石斑鱼的料理 这样子 就是台湾光协会也是表现出这个挺在地啊 支持台湾的 辛苦的生产者啊 农民 渔民 等于是 尤其是最近石斑鱼的问题啊 因为没有办法外销大陆 所以呢 赶快我们自己自己人挺自己人啊 因为渔民也很辛苦 所以在现场 主办单位办了这个展示 让大家知道 如果你今天买了石斑回家 要怎么做 他们有名厨的示范 然后你可以自己做 然后这个很特别 这个这个这个 这怎么会有一个这个 感觉好日本的东西 刺铁 对啦 就是我们呢 在对在 刚刚讲到美食 想问跟政府展馆嘛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区域是异国美食 那异国美食的话就是在日本美食馆 有一个是日本 有日本美食馆 对有日本美食馆 谁来设的啊 谁来设摊 就是有一个 那算是一个公关公司 他会接级就是蛮多的日本的参展单位 一起来参展 那除了日本美食馆之外 其实也有蛮多独立参加的日本 像是湘川啊 还有冲绳 对 OK 那很棒 那这个是赤铁 它是就是在台湾也有非常有名的大阪烧 哦 OK 对啊 这个对 这就是那个 呃 就是对大阪烧啦 大家很怀念的 对 然后除了大阪烧之外啊 在日本美食馆里面 对因为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因为这个是那个 淨铁集团 哦 淨铁集团 因为淨铁是 蛮鱼啊 对对对 淨铁如果去 有去日本大概知道说 淨铁就是经过关西的一些 就是站嘛 那像是奈良啦 京都啦 大阪这些地点 那这一家店是 他们今年带来的 奈良老街 江户穿 蛮鱼饭 在现场会贩售 哦真的吗 对他会用杯装的方式 让大家方便 就是在现场可以使用 杯装 怎么怎么放得下 这看起来多诱人啊 哎两位 就是要 就是这样子比较方便吃 然后可以买 多买几杯 哦 OK 所以有现 现场烤制的鰻鱼 鰻鱼饭 鱼饭 对 对鰻鱼饭 嗯 然后另外就是 静田又带 饰叶寿司 饰叶是柿子的叶子 哎 那什么意思 可以吃的啊 对对对 他们就是那个 呃 呃 他是用那个饰叶 然后把那个鱼啊 把它有 鱼是有用醋烟锅 OK 然后把它放在 就是像握寿司 这样放在饭上面嘛 嗯嗯 然后用事业把它这样包起来 包起来 就一起吃 就是很适合夏天吃的熟食 很清爽啊 对清爽的 熟食 在现场卖的 哎 这这 然后 嗯 哦 这个是耐吉利亚 啊 这个是 对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台湾美食展 有呃就是耐吉利亚首度餐展 然后他们这一次在现场虽然没有办法 就是量大到可以贩售 但是他会在现场就让民众做试吃他们耐吉利亚当地的一些美食 那像这个照片呢 就是叫阿卡拉的一个 他是用 有点类似我们的炸豆丸子 他可能是用黑豆做的 然后去做呃就是把它做成一个饼 然后把它炸就是炸的吃这样子 嗯 那在耐吉利亚很常会吃到的一个算是 耐吉利亚是非洲吗对不对 对 西非 是的 哇 OK 非常的特别 可是他可能过去有被欧洲殖民过了 可能了 对可能有 但是耐吉利亚的那个官方语言是英文的目前 OK 这好特别哦 看起来像我刚你不讲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看起来就是一个可以形状来看 好像炸炸那个切了段的香肠之类的 但不是对不对 它里面是属于 属于 它是用豆子做的 对 哦豆泥做的 OK 豆泥做的 对 好棒啊 听众朋友 喜欢美食的朋友 你一辈子都不会去耐吉利亚你不要骗我我跟你讲你想要认识耐吉利亚美食到美食站就好了 你不可能坐了飞机去耐吉利亚你要去干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真的就是趁着机会 要来是冒下一半 对不对 除了除了这张之外 耐吉利亚还会有那个对 这个是叫做 这个是叫做Jollof Rice的加罗饭 这什么啊 他就是因为耐吉利亚的耐吉利亚这一次啊 他们应该说他们很红的东西很红或是很主要出口的东西是各种各式各样香料 哦 那这个饭呢 他就是用很多不同种的香料 像是米啊 番茄啊 辣椒啊 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然后 然后去把这个饭他会变成一些特殊的颜色 就是会有 像红红的 像这张看到红红的啊 黄黄的颜色这样子 哦 然后一个饭 然后像这饭啊 他们也是一个象征 就是说很重要社交场合的一个饭 这样子 哦 那这个这个这个勒 这个应该是清清就是他们是油炸的糕点 然后这也是耐吉利亚是吧 这也是耐吉利亚的美食 怎么他们所有东西都是黄色的哦 都是金黄色 他的原物料都相对的比较简单 那像这个的原物料就是用我们的黄油跟白糖然后去下去油炸 没有别的东西 对 黄油跟白糖 他会还有餐一些就是那个面粉 然后一起去油炸这样子 哎呦 那不就吃会热量很高 会不会 但是应该是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美食 让热量高一点是没关系啦 热量高一点可是快乐多很多 哎 你都 你都有办法 而且听说 听说 听说这个东西口感很像那个叫什么 双胞胎 我看起来就像 对不对 看起来就像 这个外面可能是用啤酒面团 啤酒面团 啤酒面团是什么 啤酒面团 最好你小时候 小时候去儿童乐园 我小时候跟你小时候就不一样 我去儿童乐园 我最care的事情是那个炸 炸热狗你知道吗 炸热狗不是一根棒子对不对 一根竹签 然后上面这样长长 然后然后他就胖胖的 有没有 那个外面的面衣胖胖的 就是那个东西 就是在他在这个面团里面加了啤酒 他所以他下去以后 他炸的时候会这样 蓬的比较蓬 所以穿的是比较厚的外套 炸东西有很多不同的面衣嘛 像像高级天妇罗就很薄 有没有 可是啤酒酵母的炸起来就会这样 就会这样膨胀 然后这样圆圆的滑滑的外观 然后打中脸充胖子的那种 对不对 原来是加啤酒下去 他就会那个 啤酒啤酒啤酒面团 对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西方的炸东西的方法 西方人炸东西啊 他们比较喜欢 喜欢在面团里面 因为加这种东西 加啤酒 这是什么 这个也是奈吉利亚的美食 然后他们是叫做蒸豆布丁 他应该是原物料是用 也是豆类的制品 然后是用蒸的方式 它是甜的 这有点像我们拜拜的火粿 像不像 看起来是蛮像 我们也蛮期待在现场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目前也都是只有透过照片 我请问一下 那个奈吉利亚的餐产单位 它是什么 是贸易公司还是 他是在台湾住台湾的奈吉利亚办事处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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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刚刚上述的这些点心 有一些部分是这个就是办事处的夫人 他会在家里做好 然后带到现场请大家试吃 这么有心啊 哇哦 所以他是很很很希望 更多的台湾朋友认识奈吉利亚了 所以你看等于是驻台代表 因为台湾没有那个嘛 所以驻台代表其实就大死了啦 对不对 就大死的夫人要到在家里先把菜做好 再带到现场来给大家分享啊 哦 对啊 是不是很感人 很感很感谢 真的 而且这也是一种伪出国嘛 对不对 就是就是让你让你 你不用出国在在美食展现场 就可以吃到各种独特的 你熟悉的或不熟悉的 熟悉的就是日本料理嘛 不熟悉的就是奈吉利亚嘛 我也没吃过啊 我也不知道奈吉利亚算不算美食 我觉得现在讲不准 就吃了怎么再来讨论 吃了以后再来讨论 这个好 那个不好 这个特别厉害 那个阿普普 对不对 要等吃过才知道 所以唯一的方法 不知道来美食展吃 你来到现场品尝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奈吉利亚美食 我们这一段又时间到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 来我们继续回到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现场 我们连线的是 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 钟毅宁 还有他们的组长 丁宇纯 我们聊 8月5号到8月8号的台湾美食展 在台北世贸艺馆 那这个展览呢 向来都是这个 很多人啊 这个办了那么多年来啊 没有一次不好的了 所以不用太担心 这个 而且现在啊 大家也闷久了 赶快来看 有好吃 好玩 可以买 又可以拿 又可以试 很多事情了 我们刚刚讲有四个区 前三个区稍微带到 最后一个区是什么区 最后一个区 最后一个区是探索厨艺 OK 怎么个探索法啊 对 就是说那个 因为那个 呃在台湾美食展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有很多实体的展览 会在卖票券啊 或者是 之类的这样 对 但是在台湾美食展 各种的这个料理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其实厨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在台湾也是有很多的 台湾之光出国比赛得奖的 对 在厂索厨艺里面呢 我们就有一个区域叫做 艺名精人 艺的话是艺术的艺 嗯 厨艺的艺 对 厨艺的艺 那这个呃 艺名精人里面呢 就是集结了四种 呃非常精湛的 好像会看起来做出来 是像艺术品的 这个技艺的呃作品 哦 比如说 第一个是蔬果雕刻 嗯 第二个是翻糖面包 第三个就是那个呃 呃拉糖 然后以及那个 第四个是什么啊 突然忘了 拉糖 蔬果雕 翻糖 艺术面包 艺术面包 好 这样就四个了 嗯 好 对 这样子 就是这些 这些的呃 这些老师们 总共会有就是 12件作品在现场展示 嗯 那就是可以看到说 像是现场就有那个曾经得过这个德国这个苏果雕刻双冠军的高士达老师啦 哦 那还有就是像是裴志伟老师啊 或者是这个中苏卖老师啊等等 他们的作品都会在现场展示给大家看 然后你看会觉得我的天哪我根本没办法想像他居然是用可以吃的蛋糕或是面包所做成的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做成艺术品的样子 做成艺术品的样子 那因为呢这些 那因为呢这些 这就是什么 这这是什么 稍微看一下 不好意思可能有点反光 你没有拉直 你你拉往前请 往前请 前请 对对对这样会比较清楚 哇这是什么 芒果 啊 这是芒果 大家看得出来吧 他是艾文 我以为是真的芒果 结果它不是真的芒果 它是用什么做的芒果 它其实就是翻糖蛋糕做的芒果 好厉害 那你怎么舍得吃啦 你还是个人吗 人家搞了一个月才做出来的 你就把人家一口就吃掉 这样对得起人家吗 这样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现场看一下 那因此我们今年 好像 对因为它真的很像 所以我们今天有做了一个 就是活动叫做眼力传真 那什么意思 那眼呢是龙眼的眼 力呢是荔枝的力 那就是要做成龙眼跟荔枝的样子 对我们就请这个庄淑妹 就是翻堂大师 庄淑妹老师 那让我们做成这个 翻堂的龙眼跟翻堂的荔枝 那我们会在现场旁边呢 会放上真正的水果 那你去猜哪个真的 对然后让大家来猜猜看 哪个是真的 然后投票这样 然后如果来投票 应该不是太难吧 你这样一搞又16万人来投票 烦呢 对不对 对啊太棒了 大家赶快来投 而且如果投票 那我机会就很差了嘛 还有礼物可以拿 你那个16万人都投一票 那我的机会就很差了 我永远中不了啊 那不然那没关系啊 我那个 你想要那个什么礼物 我可以先拿给你 好了 这个是翻堂大师的作品 好 这是 就是说我们 吃热闹也看门道了 就是台湾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非常厉害的匠人 或是工艺达人 对不对 他们在现场做跟吃 跟餐饮 跟美食有关的 艺术作品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也是一个美食展的特色 一鸣惊人 OK 除了可以看到他们作品之外 他们在礼拜六礼拜天的 很多时段 也会在舞台现场直接示范给大家看 说这个拉堂是怎么做的 或者是这个果雕是怎么磕的 所以大家可以亲眼看到师傅在现场做给你看 因为一般我们看到的作品都是 作品现成嘛 对 所以这个也是在美食展现场才有办法亲眼看得到的体验 我们有个专区让他们表演嘛 对不对 对没错 就是在大会舞台 让他们表演 好 因为时间快到了 还是不能不问一下 我们还是有买票的管道 或者是这个不要钱对不对 对没错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在现在开始呢 就是一直到展前一天 我们都可以在四大超商 或是UDN或是Klook 都可以买我们的预售票是有折扣的哦 那如果是到现场的话 就会变成是一般的全票的价格 那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像姚大哥手上拿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8月5号的第一天 我们还是有开放 就是美食相关的业者 只要持身份证件跟两张名片呢 在我们的19号入口就可以直接验证进场 但是当然 他们业者不需要任何的门票 业者不需要 不需要花钱买门票 不需要 因为我们也希望让这些 那你怎么 你怎么认证啊 你怎么认证 他是不是 他拿个名片 他的名片一定是跟食物 或是食品 或是这个产业 有相关的就可以了 哇 那很大方啊 你们哦 是是是 我们也希望就是多多让这些业者进来 也可以跟我们的参展单位 做一些交流 哦 OK 只要是相关的就可以了啊 对不对 是是没错 那我如果 台湾观众协会的会员也可以 哦 OK OK 那你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台湾观众协会会员啊 他名片上也不会写 我们现场的就是工作人员 会有这个辨识的机制 好 那等于开了一个开了一个门 来来 这是什么 好 另外一个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公益证票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先可以先讲一下 就是另外一个是在这三十四天八月五号到八号 因为我们了解这两年就是大家就是这个产业 就是培为我们抗疫非常辛苦 所以针对医护跟警销 只要这四天是他们的相关的证件 或者是他们的职业证明就可以免费进场 医护人员或是警销人员都可以 哇 对 没错 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回馈社会大众 那也是感谢他们就是在这两年的部分 那持续到现在还是陪着我们一起做抗疫的部分 非常的辛苦 嗯 很好 很感人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老百姓 对 一般的就是如果可能刚好不是医护警销的部分 又很想要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免费进场呢 我们这边就是因为台湾现在刚好也是有一点在闹血荒 我们希望大家卷起袖子来 然后做一下这样的公益 去台北17个捐血点呢 都可以去做捐血的这个动作 那就可以获取我们一袋血可以换一张门票 那一袋血是250cc的 那如果是捐两袋血就可以获得两张的门票 那就是可以在展骑呢 直接是进场到我们的美食展来 那可以就是捐血之外呢 到美食展现场再来吃美食补血 吃美食补血 是吧 好啦 不过我觉得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你们做活动也没有忘记了公益 然后也没有忘记这个回馈跟感谢这些对防疫期间的辛苦的工作人员 警销跟这些医护人员 对不对 你们你们考虑的蛮周延的了 然后一般的一般的民众 那你们如果玩起袖子去捐血 你们也可以250cc就可以获得一张门票 对不对 那我们Facebook也有可以抽奖门票 大家要锁定 OK OK 好我们节目时间其实又超时了 来最后帮大家补一下8月5号到8月8号 在世贸义馆的第一展馆 AD两个区台湾美食展 就是在这个地方展出 这个展览已经停办了两年 那相信大家都很想要看一看 现在有什么新的美食 然后整个的趋势 还有什么国内吃不到 因为有一些异国的美食 你可以把这个展览当成一个伪出国 拼美食的地方 今天谢谢两位跟我们连线 也希望2020年 2022年的这个台湾美食展 大会能够顺利成功 好不好 达到你们预期的目标 谢谢两位 拜拜 谢谢 等大家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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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